小猪罗志祥在5月30号到了中国大物的重庆去宣传他的新专辑 结果呢他是碧檀跟周杰伦 所以现在大家就想说这两个人是不是有心结啊 而且呢主办单位呢还特别过滤了通告 现在事先呢也定定说不可以提相关的话题 不过我们就看到这周董的干爹黄秋生昨天火上加油哦 在这个微博上呛吓说 罗志祥是谁啊 结果马上引发了网友攻击 不过他随后就灭火说我真的不知道罗志祥是谁 不过我倒是听说过小猪